亲爱的弟兄姐妹,大家好! 在旧狱里面,亚当跟夏娃离开神犯罪以后, 主上帝说,我会把一个仇恨放在女人的后代, 女人的种子,就是他的后代,还有这个蛇的后代, 就是魔鬼,跟他的那些种魔鬼。 这个仇恨会是怎样的表现? 就是你人,人之子,会打他的头,这个蛇的头, 然后那个蛇会咬人的脚跟,竹跟。 这个意思是什么?就是人他会用他的竹跟走路, 就是他的依靠的点,他会靠着这个竹跟去走。 我们人就是物质的,有人性。 所以我们这些人性,有他的软弱。 透过这些软弱,撒旦会攻击我们。 他会找办法,拉我们到犯罪里面。 当然就是很多肉体上的那些罪。 也就是透过物质,透过肉体,透过我们肉眼干得到的, 我们那个无觉,处觉,或是失觉。 他就是透过这些去吸引我们,去让我们跌倒。 但是有一种罪,我们常常是发现不到。 这个罪就是虚荣,或是虚荣心。 这个虚荣心,它是跟我作为一个个别的人有关系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别人,每个人有名字,有自己的身体。 所以,透过这种存在的模式,撒旦就会骗我们说, 你就是主要要在乎自己。 然后你要炫耀自己。 然后你要在意自己的表现,怎么样? 别人怎么看你,等等。 所以,在这个方面,我们要了解撒旦他的那个技巧是什么。 因为这种罪,常常我们来教会,我们成为基督徒, 我们常常去教会,参加礼仪,长久在教会生活, 他还在,那个罪还在。 而且,不只是在个人层面上,可能是整个的教会, 地方性的教会,或是教会团体,会有这种毛病。 今天我想谈一下这个毛病的一些表现,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避免。 我们看到了,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到,要承认。 在这个当中,我们就已经是在一个悔改,改正的一个道路上面。 我们在礼仪当中,同时会有两件事情。 我们会说,主灵命我。 我们是罪人。 最烂的罪人比他还坏。 但是同时会,神父会破病的时候,他会举养基督的身体。 他会说,圣物归于圣神。 圣物归于圣神。 就是现在,神圣的基督的身体,他只能由圣人来领受。 所以,就是会说,教会在场就是圣人。 他到底是圣人还是罪人? 就是搞不清楚。 问题回答就是,我们在悔改的时候,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。 那个时候,我们就是圣人。 这个就是一个吊诡,一个自我矛盾。 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 在这个世界,这个时间流,我们是罪人。 但是,在神的眼光,我们在一个永恒,我们已经是圣徒。 因为我们悔改了,我们心转向神,转向基督。 所以,我们就是需要承认这个。 我们要发现自己是罪人,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 没有一个根据可以炫耀自己。 没有一个根据可以炫耀自己。 我们只能靠神。 神可以透过我们,炫耀自己。 神的荣耀可以呈现。 所以,保罗说,女人她不是透过变头发。 她的漂亮不在变头发好看。 她的漂亮是在行善事。 然后,也是常常讲到,你们不要自我欣赏。 像格林多书。 他们说,你们现在已经认为是很棒的。 其实是,你们是去生肉体。 你们没有任何德能,德性。 你们都是很懒的。 在基督眼光里,你们很烂的。 所以,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。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说,一个打扇的。 我们是耶稣的战士。 一个打扇的人,他没有时间看镜子。 他没有时间看镜子。 因为他一看镜子,他会被杀掉。 那个撒旦就是会把我们拉走。 所以,我们基本上来不及欣赏自己怎么样子。 我们全心全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。 而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身上。 好,那这个概念,这个是一个原则。 然后,具体来说,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, 我们碰到这些。 就是在教会内,我现在讲的, 已经是我们进入到教会内, 所以,常常我们看不到的地方。 就是,我们常常会在乎, 哦,我现在在教会祷告。 强调我。 哦,我今天要不要领圣餐。 那就强调我今天有没有准备好, 有没有怎么样。 我领受了,哦,很好。 就是我领受了。 就是那个重点,都是在我一个个体。 我今天参与教会。 我今天,呃,这个领受了,身体不领受了。 然后,就是非常虚荣心它跟一个个人主义的关系。 就是,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。 所以,我觉得我的行程,我的这样是非常关键。 其实对神没有很关键。 对神关键的是,你有没有做,祂要你做。 你有没有懂,祂要你懂。 我们会觉得,哦,这个我知道。 我看过那些书。 哦,这个就是好像是我的一个累积下来的一个东西。 不是的,我们不要在乎这个。 好,这个是第一种表现。 第二种表现,我们也是常常会觉得,呃,会提到那个我们有欲望。 有八个欲望。 然后,有其他的更多个。 八个最根本的。 然后,一直想这个八个,我怎么修行? 我怎么样处理那八个? 我一直都在想这个。 那也是会回到那种虚荣性。 因为就是我。 我的修行。 我的怎么样。 我的未来。 我跟神的关系。 一直我,我,我。 错。 我们就是,呃,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。 那些八个欲望。 但是,我们重点是在跟随基督。 做他要能做的。 有一个传话。 有一个换一个新的脑袋。 那其他的,比如说,比较社会,比较教会性的,这种虚荣。 就是有一些人特别喜欢他强调某一个地方教会。 比如说,哦,这个地方教会。 他的历史啊,他的那个主教多高。 那个他的地位是排低级等等等等。 然后,他的那个教堂大不大等等等等。 嗯,他的圣人多不多的。 这个都是,这个世界才是会关心的东西。 对神来说,呃,就是,呃,是不是,现在,不论是哪个教会。 他现在有多少人真的追求神。 真的是在这个往常上的道路上。 多还是少。 可能高好只有一个,两个,三个。 那他的其他的那些,他的历史背景, 他的那些很多的建筑,修道院等等。 那个都是次要的。 我们现在看那个20世纪,有一位圣人。 今天是他的经验,就是圣西路安。 那时候有很多个国家,哦,大部分是正教徒,有很多个修道院等等。 我们这些都不知道。 他们结束了。 但是我们知道这位圣人,他在一个地方修道,成为圣人。 所以这个比其他的那些议题都重要得多。 好,那,呃,或者,呃,会有很多的事情。 就是,比如说,某个民族,哦,那因为他那个神学比较多, 或者是他的语言比较怎样。 哦,那他更靠近神。 或是其他的。 我们就是基本上,呃,不要有这个世俗的荣耀。 我们不要在乎这个。 某个地方教会,他的地位,他是自治教会, 他不自治教会,他是什么样。 那个都是非常次要的东西。 好,呃,或是我们的那个牧手拍。 这样子拍,还是那个顺序这么拍。 那个都是小朋友玩的。 这个不是基督在乎的事情。 嗯,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玩这些的时候, 反基督,他会发展,他会占领更多。 他越来越想。 我们自己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做法。 我们要玩什么,呃,那个婴儿幼稚园的那些游戏吧。 呃,那,呃,还有一个早上见的一个状况。 包括神职人员,也是有这个毛病。 就是,我自己已经为教会做了一些多少事情。 哦,那我做了做了那个那个那个。 然后,就好像一个履历表。 我自己挺一个履历表。 我的一些攻击等等。 神的基督,他说,你的左手, 不要知道你的右手在做。 我们如果做到一些好的事情, 服侍神,我们马上忘记。 然后不认为这个是我的功劳。 或者有一些人会说,哦,我受洗已经多久。 哦,已经十年。 哦,那不错。 那还是三十年。 你才十年,我已经三十年。 呃,这个也是非常无聊的。 非常,就是表示,我还在零一下。 我的属灵生活还没有开始。 呃,现在还有那个教会得奖。 那个是非常坏的。 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。 不是坏的,但是这个就是世俗话。 这个我们叫世俗话。 神父,灵,什么奖。 我有多少奖。 一对新的帽子。 哦,那这个就是一个得奖。 哦,这个就是他有一些功劳。 或者他已经多久,怎样。 然后我就给他一个鼓励。 一个鼓励。 送一个新的帽子。 那个都也是一个虚荣性。 我们这些完全不需要的。 呃,呃,在圣经我们看到了一句话。 就是你们接受彼此的荣耀。 你荣耀我,我荣耀你。 那些人荣耀我的时候。 你们反而接受神要给你们的荣耀。 因为你接受这个,就佛佛定律了。 所以这个是互相排斥的。 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。 呃,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教堂。 哦,我们的教堂比那个教堂怎么样。 我们,呃,圣像比较多。 或者我们历史比较永久。 或者我们修道院。 比别家修道院怎么样怎么样。 有他的经历。 曾经在这里有哪些圣人。 哦,所以我们比较特别哦。 错,那个完全神不需要这个。 然后,我们甚至在一些圣人传会看到这一点。 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后面的人。 圣人传像是后面的人写的。 然后他写一个圣人故事,好像他是一个英雄。 我问了,基督他在乎的不是这个。 他不那么在乎那些个人的东西。 现在有部落格。 在不少神部传教师做部落格。 也会觉得,哦,要累积很多的人。 很多的那个音乐者。 那个也是完全是羞容。 对神来说,不重要。 完全不重要。 所以我们就是要比较清楚。 比较有那种分辨的能力。 那个虚荣心在哪里。 我们既然已经在教会。 我们也不要觉得这里就是已经是一个圣堂。 一个天堂。 我们首先从自己开始。 然后当然在我们教会团体, 也是要看到那些跟基督的精神。 基督他要大家都是他的一个孩儿。 都是要往前迈进。 往前在树林生活成长。 这个需要领平整。 就是完全不认为自己多棒,多怎么样。 放弃,放掉自己。 忘记自己名字。 可以连自己名字都忘掉。 就是我能够为主做一些事。 我怎么样可以再认识他,再追求他的真理。 让他指导我。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, 帮助我们打破虚荣心。 也绝对不要光荣别人。 哦,你多聪明。 那个都是,不论他是真的,他是假的。 那个都会导致虚荣心。 我们可以支持人。 但是不要那种故意去炫耀,荣耀他。 这个会导致人虚荣。 我们基督徒要喜欢听到一些骂我们的。 不好听的。 那个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虚荣心。 好,神祝福您。 安宁。 谢谢。